炮演习联合摊案间谍作战实弹设计中正式亮相 GM-34展现优异运营能力及精准打击力 再度协向我国国防自主骄傲的信念 回顾国军八轮甲车的研发历程 从陆军战甲车发展中心 陆军兵整中心研发出 一直到现在的具备局第二零球场 轮型甲车研制 从六轮甲车到八轮甲车 各式新研发制造的统轮 不断测试改良 虽然一路走来接近 但全体研发人员从不放弃希望 才能够成就现在坚实的国防战略 军备局第二零球场的前阵是陆军战甲车发展中心 于民国六十八年成立即致力于国车枯道的研究开发工作 于民国八十年间完成 续完成了CM11CM12战车 及CM21系列的各式甲车的履带车辆的研究开发工作 在此同时 以由针对轮型甲车进行相关的研究开发 于民国八十一年完成了CM312的六轮甲车 后续因车辆科技的土匪梦境 与世界潮流的趋势 于1991年开启了预报八人甲车的研制作业 那期间曾遭遇了各式治安 那经由研发人员的不断的掩盖与精进 那通过了入境的作弹测评 然后于1999年下达了量等决心 并于1997年完成了CM3辆的指挥车 一些单身的装部战斗车的量等作业 这期间我们受了战甲车的训练 到了爱尔兰接受了本型甲车的设计训练 那CM311就是东西我设计的战车 这一步就是当时CM311设计出来 在做第一辆压车 就是我们从湖到湖 虽然前面有做了很多模拟啊计算啊 但是你要真正做一个样车 这过程是很辛苦的 所以让我们有成就感的就是 当你看到了几百片的钢板 慢慢成形成一个车壳 然后接着您设计的动力系统 传动系统 承担系统 一个一个组装到车上之后 发现碳形有出形 结合国内产官学研 共同努力研发制造的八轮甲车 是属于通用载胎的设计 而采用相同的底盘设计的CM34 是30公里机炮装部战斗车型 在汉光35号引擎中展现实体外 该车型也开始进行量产工作 为确保国防安全整备 增添更雄厚的实力